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各位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5月9号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故事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苹果新发布的iPad产品有了哪些变化 TikTok起诉美国政府的文件中 进行了哪些声明 任天堂终于公布了他们下一代Switch的时间表 他们的老款Switch还能达到销售目标吗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 打开全新的一天 5月7号 苹果在他们的新品发布会上 推出了最新款iPad系列产品 这次发布的iPad Pro 是苹果自2018年以来升级幅度最大的iPad 它搭载了苹果最新研发的M4芯片 和上一代iPad Pro搭载的M2芯片相比 性能提升了50% 能够高效处理AI任务 并且采用了更加先进的第二代3纳米制程 新款的iPad Pro在外观上也更加的轻薄 13英寸版本只有5毫米左右的厚度 起售价也接近9000元 另外发布会上 苹果还推出了新的iPad Air 和升级之后的妙控键盘 Apple Pencil Pro等等配件 彭博的分析认为 苹果希望推出专注具备AI功能的新款iPad Pro 以及更大尺寸的iPad Air 并且通过他们来提升过去一段时间来 疲软的iPad业务 TikTok针对玻璃法案起诉美国政府 根据路透社5月7号的报道 TikTok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 通过起诉美国政府的方式 来对抗此前通过的TikTok玻璃法案 字节跳动和TikTok都表示 这项法案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美国宪法 它不仅侵犯了TikTok1.7亿美国用户的言论自由 而且也伤害了 从平台当中获益的创作者和小企业主 美国国会也没有提出足够的公开证据 能够证明TikTok确实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他们也不会遵守法案规定 为TikTok寻找买家 在起诉文件当中 TikTok还表示中国已经明确表示 不会允许他们剥离这款短视频应用的推荐算法引擎 此前曾经表示 有意愿收购TikTok的Google前CEO 已经放弃了收购TikTok的想法 并且表示美国最好的做法 是对TikTok进行监管 而不是封禁 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动 任天堂发布最新财务数据 预计明年推出下一代Switch 5月7号 任天堂公布了他们上一个财年的财报 和2024财年的业绩预测 数据显示2023财年 任天堂的销售额和毛利率 有着各位数的小幅增长 但是软硬件的销售都有所下滑 Switch游戏机的销量同比下降了10%以上 标准版Switch的销量更是下降了接近四成 任天堂预计他们2024财年的净利润和收入 都将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在公布财务数据的同时 任天堂也公布了Switch游戏机的最新消息 表示下一代的Switch将在明年4月之前发布 而现在距离第一代Switch发布以来 已经过去了7年的时间 彭博的分析认为 任天堂一直在通过推出重磅游戏的方式 来保持Switch的竞争力 但是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Switch在和索尼PlayStation 5 微软Xbox的竞争中处于落后的地位 有游戏行业的分析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任天堂只能通过降价 或者是软硬件捆绑销售的方式 来达到他们今年1350万台Switch的销售目标 但是在下一代游戏机到来之前 可能不会有重要的游戏发布 OpenAI将为ChatGBT引入网络搜索功能 根据彭博社5月8号的报道 OpenAI正在为ChatGBT开发一项新的功能 可以在回答结果当中进行网络搜索 并且显示引用来源 从而和Google和Perplexity等的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彭博认为OpenAI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们 正在推出和ChatGBT类似的AI聊天机器人 而AI搜索已经被证明是 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关键领域 初创公司Perplexity通过的人工智能搜索引擎 而获得了10亿美元的估值 Google也一直想要围绕AI 来重新打造自己的搜索引擎 另外彭博在7号的报道当中还显示 OpenAI已经和人物杂志的出版商 签署了一项许可协议 这项协议将允许OpenAI能够使用平台上的内容 并且运用它们来训练自己的大模型 此前OpenAI已经和包括CNN等等 在内的数十家出版商进行了谈判 与此同时OpenAI还在和软件开发论坛 Stack Overflow合作 来提高大模型在处理编程相关问题时候的能力 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接近盈利 5月7号迪士尼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 数据显示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业务 也就是Disney Plus和Hulu 首次实现了盈利 而去年这两个服务合计亏损5.87亿美元 不过由于迪士尼把Disney Plus、Hulu 还有体育流媒体ESPN Plus进行了合并 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还没有实现完全盈利 由于ESPN Plus的亏损 合并之后的流媒体合计亏损了1800万美元 迪士尼预计流媒体业务整体 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迪士尼还计划在2025年的秋季 推出独立的ESPN流媒体服务 迪士尼把流媒体业务的增长 归功于Disney Plus订阅者数量的增加 还有用户平均支付费用的提高 根据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 Disney Plus在美国和加拿大 新增了790万订阅者 订阅者总数达到了5400万 极客将在这周五在美国上市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吉利旗下新能源汽车品牌极客 更新了他们的招股书 计划在5月10号 也就是这周五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极客也将会成为 未来理想和小鹏汽车之后 第四家赴美上市的 中国造车新势力 而且也是最快上市的新能源车企 极客成立于2021年3月 目前推出了四款产品 极客还在北京车展期间 发布了他们的MPV车型 不过成立三年的极客 仍然处于亏损之中 招股书显示 从2021年到2023年 极客累计亏损超过了200亿元 按照发行价的上限计算 极客的估值最高 可能达到51.3亿美元 不过澎湃的报道显示 极客的估值最高达到了130亿美元 目前的估值 比三年前的高点相比 缩水不止一半 而这也应该是当前资本市场 对电动车投资的态度 和2021年时候的高估值盛况相比 现在的市场明显趋于谨慎 未来可能在月底前发布新车型 根据路透社5月7号的消息 未来法国高管透露 未来子品牌乐道 有希望在5月底 发布面向大众市场的 乐道L60车型 而内部代号为 萤火虫的另一个子品牌 将会在2025年的时候退出 售价不到3万美元 比乐道更低 乐道和萤火虫 都将会瞄准欧洲市场 目前未来已经在挪威 丹麦 瑞典 还有德国和荷兰 销售自己的产品 首批乐道L60 预计在今年年底 在全球上市 5月6号 乐道汽车的官方网站上线 除了展示乐道汽车 官方logo之外 还有首款车型L60 敬请期待的字样 路透的分析认为 未来一直在寻求削减成本 以应对中国电动汽车 销售放缓和激烈的定价竞争 并且寻求剥离 他们的电池制造业务 随着国内销售的放缓 以未来为代表的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正在欧洲扩张 并且希望利用 他们的成本优势 对抗欧洲竞争对手 根据36克5月8号的报道 根据统计网站 Stadista的数据显示 快时尚电商平台 SheIn超过了传统零售商 梅西百货 还有运动品牌耐克 成为美国第三大 在线时尚零售商 仅次于亚马逊 和沃尔玛这两家巨头 而且SheIn的销售额 已经接近沃尔玛 达到了亚马逊的三分之二 SheIn在2017年左右 才进入美国市场 凭借着较低的价格 持续推出新品 4月底 路透社的报道还显示 SheIn正在吸引 家庭用品巨头 高露杰 玩具品牌 海之宝 在自己的平台上销售产品 有行业分析师 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 SheIn在服装领域的稳固地位 让他们在和亚马逊的竞争中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时尚是一个善变的行业 亚马逊也曾经试水服装领域 但是并没有像SheIn那样 取得成功 Uber Eats和Instacart将展开合作 根据华尔街日报5月7号的报道 外卖平台Uber Eats 和杂货配送平台Instacart 宣布达成合作关系 顾客可以通过Instacart应用程序 来向Uber Eats平台上的餐厅 订供食物 订单也将由Uber Eats来完成配送 Instacart则也会从Uber Eats 获得订单的相关费用 两家公司表示 一方面合作可以为Uber Eats上的餐厅 带来更多的客户 另一方面Instacart也可以低成本地增加 餐饮配送新业务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则认为 Uber Eats和Instacart的合作 是为了对抗他们共同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Doordash 和Uber Eats相比 Doordash在美国的餐饮外卖市场 占有率更高 Doordash还在疫情期间 进入到了杂货配送的领域 这也就威胁到了Instacart 说到Doordash进军的杂货配送领域 不知道你在自己的外卖平台上 购买过杂货吗 你更喜欢用哪个外卖平台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